上一些小圈 叶子不要忘记 接下来很重要 右边来光 所以找出所有球体上的灵暗交界线 再加上叶子的暗面和头 是不是花开的起来就出来了 紧接着加重暗面的色素 在亮面与暗面之间 加一个分面 注意叶子的颜色要比起 然后用背景的灰色 烘托一下 这样就出来了大效果 然后用骨枝揉擦一下色素 由暗面往亮面底推 再用小手把亮面融灰 接下来是关键 用电动向皮擦出亮面的形状 注意有很多花菜的细节 要擦出痕迹 最后用心爱的旋转笔 从中间开始刻画一下 尽量把视觉中心画得惊奇一些 越往四周越盖出 最最后刻画一下叶子 是不是效果立马就出来了 完美 我就是塑料干货王